这几个月来,陆续有歌手发行新专辑 邓子齐大概是最受瞩目的其中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新专辑《启示录》是一个概念性极强的作品 以写给天堂的信,来自天堂的回信为主题打造歌曲 其中这首《寿难曲》可以说是我近年来听过最强的编曲 或者说最具实验性的编曲 但很有可能是一个时代性的作品 因为几乎结合了各种吸引的编曲技巧 从上一个片段你可以发现 前奏的部分以古典却有些暗黑的音乐和音效开场 节奏的断点,细微的音效,让一股情绪酝酿而发 而这首歌曲是以低小调谱成 在大部分人的视角,D minor被视为最黑暗,最悲伤的表现 因此这也解释了为何单是前奏,并有一种诡诀感悄悄袭来 紧接着是一段说唱作为开场 诡诀的背景,旋律持续进行 不同于邓紫棋以往的风格 这次的说唱片段相当有爆发力 以及有厌世感 在一连串饶舌之后,编曲开始出现变化了 这边来到了全曲的第一个亮点 在匿名的国度,谈吐吐成虎湖这句开始 人生被压缩成留声机一般的音效 背景转而用清脆的吉他 塑造出一种复古却诡异的氛围 仿佛行走于另一个世界 紧接着在音效迅速收敛后 谣言或终于来不止Lucifer 还有拿着键盘的一群恐怖分子 这句点出了歌曲想表达的网络暴力主题 好似从匿名的网络国度 回归充满愤恨的现实世界 再下一句 仁慈的父难得你不怒 便向致敬了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 暗黑饶舍神曲 以父之名 随后即将来到副歌部分 这边善意提醒一下 如果此时的你带着耳机聆听 不妨留意一下音量 听完上面这段 你是否也被振折了一番 这边是整首歌曲的高潮 在一个个麻痹的恶魔 这句电子感很重的旋律结束后 一瞬间来到了撕心裂肺般的副歌 从愤怒转为求救 我快要快要被吞没 一开始是一连串高音轰炸 魔性的声线仿佛是 坠入地狱时的叫喊 完全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境界 背景还有英文歌词作为呼应 意味着以残存的理性向天祷告 而其中的英文歌词 through I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ep shade He showed me the way of his name's sake 截入自圣经诗篇的原文 意思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在第二遍 我快要被吞没时 应该来到了A5左右的超高音 是内心深处最沉重的呼救声 随后象征着表达不满的饶舌歌词继续 全曲来到了最后一段 才能跟着燃起的火焰 疯狂的副歌终于告一段落 饶舌旋律把情绪带回原点 事实上这首歌每一句都存在着细节 比如上一个片段的火焰 拉扯就叠音了三次 暗黑的背景下要进行着 这段旋律 仔细听 你会发现有一小段 类似咒语的音效 事实上如果把这句倒放 它对应的真是 仇恨两首阔步 控诉不成落幕这句歌词 让我们再听一遍 顺带一提 文案只有提到的 因鬼倒放 专业术语叫backmasking 不少西洋歌曲都曾用到这种技术来编曲 类似的效果也曾在其他华语歌曲中使用过 大家印象最早出现于周杰倫2004年的歌曲 你听得到 最后的 为什么这世纪越来越邋遢呼应了第一段主歌 但和一开始不同的是 这边有用流声机般的效果略为压缩 因此这首歌曲的细节数不胜数 跳脱了传统的主副歌前奏 甚至连倒放的歌词都融入旋律的一部分 强大的落差造就了这首歌曲的情绪张力 呼应着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 从编曲 作曲结构 题材方面综合平息 瘦男曲说是今年来最厉害的实验性作品 也当之无愧 为什么我日夜心都在拉扯 为什么这世界越来越邋遢 找到烟的感觉 每一天把我压倒 我快要把发了 他们满足无灭 决决死剑 但你还是承接 是否会要闯出坑不见 才能压着燃起的火焰 昨天还不见不见 本一天把我甭辞了